顽固醇过高怎么办 你知道吃红躯有助于提升好醇 降低坏醇吗 大家好 我是营养生莉塔 顽固醇分成好醇与坏醇两种 当坏醇过高的时候 会容易堆积在管道中 进而造成阻塞 想要维持安心流通 一定要控制坏醇的含量 并同时增加好醇来保护管道 而红躯会是你的最佳选择 在挑选时要注意 Mona Kooling K的含量 是否达到维生福利部规范的 建议摄取量4.8毫克 才有助于较坏醇哦 这款BHKS开环新红躯 有经过第三方检验合格 不含菊霉素 是大家可以安心挑选的红躯产品 每一颗含6毫克的Mona Kooling K 一贴一颗就可以有效舒服代谢 维持健康循环 非常适合中老年人 健康有红字 外十足 作为美人的管道清流保养 有效调降 顺畅流通 保有最佳的健康状态